独王98岁还在练习走路 终于明白当年何佑君为何坚持 要让西梦瑶抛妇产生下长孙 拍摄这段视频时 独王已经98岁了 那会儿他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 但是四方的孩子们却没有一个结婚的 甚至这会儿 独王的长孙还没有出生 这对于独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所以他每天打86万亿针的训命针 坚持走路锻炼 就是希望能够看到长孙的出生 可四方最大的儿子何佑亨却根本不接招 无奈之下 何佑君便领替哥哥 想要满足父亲的这个愿望 其实独王最大的儿子是何佑光 但对方早年车祸去世 只留下了两个女儿 紧接着便是何佑龙 可何佑龙是一个非常长情的男人 这点与独王截然不同 当年他举办盛大婚礼 迎娶了维他奶家族小公主罗秀因 二人门当户队兴趣相投 唯一的遗憾就是 罗秀因只为丈夫生下了一个女儿 据悉是因为她的身体不是很好 所以出于这方面考虑 二人就断了要二胎的想法 坚守着女儿过日子 何佑龙这边不生 独王想要看到长孙的想法 那只能是遥遥无期 不过好在何佑君成功追求到西梦瑶 很快西梦瑶就怀上了孩子 他在产房待产时 独王也住进了ICU 那段时间 何佑君十分挣扎 他甚至还动过在孩子37周的时候 就将其抛妇产抛下来 因为他害怕父亲坚持不到西梦瑶生产那天 不过好在结果是好的 西梦瑶成功生在一名男婴 何洪生也在病床前见到了长孙 了却了心中遗憾 甚至将自己名字中的身字送给了长孙 由此可见 独王对这个孩子的喜爱 其实何佑君是个十分孝顺的孩子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他之所以没有给西梦瑶一个盛大的婚礼 就是因为父亲的离世 他坚持要为父亲守孝三年 表达对父亲的尊重 不得不说 西梦瑶选到何佑君这种有孝心还顾家的男人 真的是赚到了 那么对此 你们有何看法呢